若医生对癌末病人把管 会不会复杀生的因果 对 这是一个大问题 这一直以来就是一个问题 一直以来就是 是这样的 医事法当中应该你们要读到 医事法当中是有讲到 什么情况之下在医疗 不会造成伤害的纠纷 那你得在医事法当中 你先搞定 作为医生 你自己在这方面先得搞定 不然会被告 会被告到 现在的医病关系很糟 很糟 特别是这几年来 很多医生是被告到 甚至于家破人亡那种感觉 我们听过这样子 被告到家破人亡 那你想 那这样谁敢当医生 那因此随便把管这件事情 先不谈因果 先谈社会责任跟法律责任 你自己要注意 这点你要去看医事 医事的相关的法律 你要先去看 其次呢 就谈回因果上来说的话 那不全然是杀生 怎么说呢 搞不好还是救命 为什么 华人的文化里头呢 总是宁可见生不见死 常常呢 太虚伪 有没有 那个爸爸已经悦病 已经弥留 然后呢 这个哥哥从来不再管爸爸死活的 突然间从美国赶回来 然后弟弟呢 有学佛 跟哥哥讲说 是不是给爸爸八怪 哥哥就一口 一阵言辞 几乎他就是唯一笑子那样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怎么可以这么不笑 你怎么可以不努力 这么救爸爸 就这样讲 搞得好像 我们要这样做 是不笑 像杀爸爸一样 弄成这样 结果你知道吗 有这么一个 医疗的一个 一个统计 他说瑞典还是丹麦 他们从国家的目标是 人从死亡往前算 到不能够卧床 不能够生活治理的时间呢 他们国家的目标是多久 你知道吗 给你们猜 多久 五天了 五天的时候 你是新的资料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读到的是 十四天 他目标十四天 还是不同国家了 但台湾 你知道多久吗 七年 太残忍了 太残忍了 七年 最近有居士 他是整几次 他已经考完了 他准复 他准备在去 他已经毕业 但是要去考那个 整副师的那个执照 他告诉我说 所有他们的同学 几几乎没有人要去做长照 中华民国正在提长照 长期照护 没有人愿意做 为什么 因为几乎就在做一个 没有救回来可能的植物人 而且给的薪水又低 工作量又大 然后环境又不好 然后怎么样 你看看 七年 这是耗损多少多少的国家医疗资源 这是很荒唐的 这就是华人文化里头的 宁见深不见死 不敢面对死亡的文化 反正总而言之 让爸妈狗活在那里 插管在那里 还有心跳指数 这样你就认为你爸爸活着 你知道吗 我常常去 我做一个事物 我常常去人家那种 那种所谓的长照的 或者是那种植物人病房里头 那妈妈已经 已经收缩成一个 近乎人囚 不成人形的样子了 你知道吗 我问躺多久了 三年五年常常有的事 那已经是 已经是到了 这个不知道怎么说的一样 可是你说当然了 佛教不主张安乐死 问题是也不主张惨痛活 不安乐死当然不可以 安乐死当然不可以 但是这种活法 这哪是佛教的目标 所谓的不杀生 或所谓的什么 就是不积极做什么呢 不积极做那个非自然性的 这个 或者没有统计上 没有多大效果救活的 这种急救 这种急救 一般来讲佛教比较容易接受的急救 是突然间的死亡 突然间的车祸 这种轻壮年 这种壮年状态之下 或者是非酒病的 突然性的 比如说中风 突然间的这种 那你急救OK 但急救的结果实在是没有 没有未来的时候 就不要随便进行 所谓的侵入性插管 就不要了 因为你天然的生命 你可以想象一只狗 一只猫 一只大象 一只星星 它在面临死亡的时候 它会有这些机械性的东西 在它身边吗 没有啊 就自自然然的死亡 对不对 佛教比较强调这样 随夜而自然死亡的 这是接受的 换句话说 可以一定程度的急救 但不要侵入性 过度的 过度的 过快的决定 要侵入性的这种插管 太痛苦 太辛苦 是这样 这种情况 就要迁述那个什么 重大疾病 或者是不能够恢复状况之下 不做侵入性插管急救 的这种迁述 才好 像我的母亲 她就回到家里 她只是回到家里 买了一碗面 素食面 素食的那个羹面回来 她去 荣种 她家住 公馆 让她去荣种 公馆路 不是那个公馆 不是景美公馆 那个公馆 是北头有个公馆路 有青江路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那个那条路 后面那条叫公馆路 那公馆路呢 那里呢 她就回来了 她自己还搭车去 去检查 糖尿病的 那个血 血的那个 那个 指数 回来呢 医生也没说什么 她就搭了计程车回来 她这个年龄搭计程车 有便宜啊 然后就回来 有补助啦 有补助 那就回来了 回来的过程当中 她还去买一碗面 然后就回来 坐在自己床上 她不跟我那个 生父一起吃 她很不爽 我那个生父 为什么 她认为 我那个生父 当年呢 嫌她 说 不够 不是她爱的人 她就记得这件事情 记到临死 她就记得 不爽 所以常常在我面前 就 死骂她一阵子 然后我那个生父呢 就 一副那种 不晓得从哪来 那种怪生事的 光样 就是不愿意在我面前 说我爱你 然后我母亲 我那生母 就是一副那种 你就这样死嘴巴了 根本就没爱过我了 就是这样 就 就 就把她骂得臭血淋头 然后这个男人呢 就老男人嘛 就一副那种 你不要这样啦 我男友说我没爱你 那我就跟他讲 你就说你爱他吗 就说不出口 就说不出口 等到他死了 前一句爱妻 后一句爱妻 我说你嘛 帮帮忙 爱妻 爱妻 都死了 你才在爱妻 你活着的时候 你就不讲爱妻 他就这样 这就是华人文化里头 这种 这种憋憋扭扭的样态 我看太多了 那么我们母亲呢 就这种样子 他就回来 再不跟那个老头去吃 他不是不相爱 其实还是有的啦 但就是 就怨他 就是不愿意说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 老的时候 还是有这种 隐约的一种感觉 他就 就自己吃面 所以他就 摆在旁边 他说我好累 头一低 往生 就这样往生 往生了后来大概半个小时 再多久 被发现 他们第一时间通知我 我跟他讲 这样最好 你们不用急救了 你们不要再乱送一通 他们终算听我的话 没怎么送 就去往生 当然让人感觉就快了一点 好像都没有准备 没有怎么样 不然勒 要不然勒 对不对 那我要生病了 你们才知道我要死了 那这样我得要去 事先生病 所以那种情况 你去硬把他救回来 恐怕几率不高 还要去电击 或怎么样 那像这样子 也没有杀生问题 因为他往生 自然往生 可是我生父 你看就没这个机会 他就是 有点那种男人的那种沙文主义 再加上一种理性过头了 对阿弥陀佛的信仰 好像有 又好像不太清楚 结果呢 不过这个是对老年人的那种防护 台湾人比较松散 说是说孝顺都不在意 或者没这个基本修养 他的行动很自在 那天下午 他就只是穿了一个衬衫 他自己去外面走 老婆已经往生了 已经往生了 往生多久了 他就去外面走 去菜市场 还拿了一个 一袋橘子 走着走着走着 突然间脑中风 都倒在地上 哇 身上没证件 被路人救了之后呢 我们华人的观念里头就是 一定要救 因为你没有证件 没有说要不讲究 是这样 结果呢 就抢救 这一抢救就插管 这一插管 让他多受苦三个月 这过程当中 我们已经在考虑说要八管 如果再下去 他太痛苦就要八管 那么赶快跟他回向 让他少受一点苦 回向意思就是说 如果该好就赶快好回来 活回来 如果不该好的话 赶快往生 不要受苦 也不要 讲浪费不好听 真的是 就消损你的福报 医疗福报 也是你自己的福报 也是国家的共同资源 何必呢 是不是这样子 多活两天跟多活一天 就生活品质 生命品质就是这个样子 在西方人来看也就很糟 在我们佛法来看 当然是随夜消的 也没办法找死 但是回向就可以 让他夜早一点消 早一点往生 所以这种插管 除了法律上的问题以外 医生要告诉病人 说根据我们 对于一些宗教的理解 他是有业障 他才会这么辛苦的生活 那如果说 法律上可以把管的话 我们的医疗看法是 他恢复的几率很低 就算恢复了 可能也是植物人 所以我个人感觉 他的生命样态 不需要在这么多的 外在支柱里 那你们亲属自己看 不要你去拔 他们亲属觉得 我听懂医生的意思了 我们去做佛事 我们让他早一点 能够有个决定 也就是说 赶快业障消 要好赶快好 要往生 早一点往生少受苦 不是我们受苦 是他受苦 我们是希望他少受一点苦 这样懂吗 儿孙应该做 你做医生的 应该告诉病人 是这样讲 万一病人呢 不全然是佛教徒 道教徒也可以这样说 但差在基督教徒 回教徒 就没办法这样说了 这个时候 你就要跟他这样讲 根据我们医疗的情况 跟过去的经验 跟统计的学 你父亲你母亲 今天这个状况 恢复的几率不高 恢复的状况 恐怕也是怎样 他现在蛮受苦的 因为插管本身就不舒服 那未来也只能缓和 已经没有所谓的治疗恢复的 积极性作用了 这点我做医生要告诉你们 先说好 不要让他们错误期待 这样子 那如果你们有一些 你们对于他 或他个人该办的事情 我的建议是 你们可能处理一下 会比较不 不那么手忙脚乱 他如果反过来问说 那我们父亲这样 在这种状态之下 可不可以把管 那你就要查医疗的 医事法当中 情况是怎样 有没有在这种状态底下 可以把管的 如果可以容许 他们签署了 那你就帮他把 你的你是依着 你的认知理解来说的 那他们家属也同意 已经到了生命最尾端 那样子的痛苦生活是不好的 不过呢 要做这个最后的决定之前 最好还是怎么样 让他们能够做做善事回向 最好让他自己往生是最好 因为你的判断终究还留下一个 留下一个阴影 就是说我这判断会早了一点 或晚了一点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有一种说法是认为说 既然已经插管是他的业 那让他的业消吧 怎么做呢 就是 插管是要干什么 如果插管只是让他产生营养剂 继续存活 那还可以哦 有一种插管是根本就怎么样 这是医疗行为当中的 不说的秘密 根本就产生抗生素 还有种种的那些强心剂放在里头 事实上是 已经在药物当中做了不需要了的支撑 你想想看 我们一般人活着怎么活着 能不能经常打强心剂在活着 强心剂在活着 当然没有啊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打着那个抗生素在活着 当然没有啊 这怎么活着的 就是一般正常吃饭活着的 对不对 医疗的过程当中 你说 开一个刀 会活回来 所以我为了避免 感染 我打抗生素 我觉得说得过去 可是长期依靠抗生素过日子 哇 这就太让他辛苦了 那对他身体的损耗也太大 像这种情况就可以要求说 不然少打减少打 让他的生命恢复到一个正常面对的状态 那这样也没有把管啊 他自然的在没把管的状态底下往生 那这样也规避了那个所谓的死亡 我们把把管做这个加工死亡 被人家质疑为加工死亡的 或得这种心理压力 所以总而言之 我们把持一个原则就是 不加工求活 也不加工求死 让他在自然状态底下死亡 这是佛教最高的原则 是这样 当然如果已经发生了一个 在那里活的状态 是一个靠外在器具存活的状态 底下 那么我们也可以解释为 那是他的业 他要受这些苦 也是可以 所以没那么积极地帮他 鼓励把管 这个是也没有过失 因为他的业如此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消夜最快 送地藏经 送法华经 送金刚经 送弥陀经 帮他念佛 帮他做功德 帮他回向往事 业障 你知道吗 太多人在医院当中 会看到那些业障的鬼 太容易 太容易了 太容易了 当医生的也容易 甚至有医生在医那个业障很重的人 在帮他急救的时候 他就感觉鬼在抓他的脚 抓他的手 不让他作用 我就有认识这样子的医生 他也会害怕 但是他因为有医疗人的功德 所以不会让他太感觉很恐惧 他问我说这怎么办 他心里也明白 我说你心中念观音菩萨 让观音菩萨做主 你也不知道 该不该救 有这么一位居士 他会给人家起死回生的那种按摩 那有一次呢 他一过去要去碰这个病人的时候 声音就出来了 跟他讲 这是我的 你不要碰 你看 那个业障就已经现前来讲这个话 他心里都跟他讲说 既然遇到我了 你闪开 好凶悍 跟人家呛声你知道吗 结果他把那个人救活了 他自己没有病 躺在床上一个月 不能去上班 就是我刚刚讲 那个河山厂的那位工程师 是这样 躺了一个月还是三个月 那后来他在梦中 他在梦中 遇到了他的 他的那个教导他的人 那个出家人 跟他讲说 以后啊 你啊 不要那么铁齿 就跟他讲这种话 那这就是没有用佛法 他只用世间法 这样听懂吗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 要求消业障 加紧的做 那作为一个医生 你是一个被动者 又不是你的亲人 那你怎么办 有一种医生 是佛教医生 帮这个病人消业障 自己掏腰包 去帮这个病人 要不就是供养三宝 放生 怎么样 那最正当的方法 就是对佛教徒 道教徒说 要去消业障 要去寺庙里 拜拜归医 为他做归医 请事务来归 等等等等 这些都可以做 像有一个 这个居士团体 他那很 对出家人是不友善 但是他因为在成大的时候 是我学弟 他已经得了癌症了之后 也插管 他太太听了他声音 是跟他讲说 他最后要在死之前 想要见法杖法师 希望法杖法师给他开示 后来就这么短短短短短 终于找到这里来 我说哦 是这样 我知道这个人 我有点印象 那怎样 他说 如是这般 太太 年纪也不大 中年而已 小孩子还小 他就像癌症 好了 我就去看他 看他之后 我就跟他讲 如何这般 看起来还有精神 那我们也不知道 他还能够撑多久 但太太已经撑了一两年了 很辛苦 我讲完了之后 我就跟他讲 你要归一 因为他那种居士团体 都二宝弟子 不是三宝 你懂吗 对归一 都不太在意的 那你要归一 你要真心归一 我帮你归一 给他取了个法号 然后跟他讲 那你要不要念佛 我们常驻地帮他回向 结果很奇迹 一个多月往生了 那他太太就打电话来 也表达感激之意 也觉得说 他先生也真的是应该走 但不敢动作 就是有人问的这个问题 把管是不是处杀 就是问题 是这样子 那个时候状态还好好的 你真的不能把他的管 是这样 但是也很辛苦 我讲话 他只能点头这样而已 不能回答了 这样子 那你知道 尤其在强心剂 有抗生素在里头 很辛苦 对身体是很伤害 先令了 抗生素是很冷的东西 强心剂也是对身体 有伤害的东西 没办法 要走到这一步 都是很辛苦的 一定要消业障 所以后来就这样之后 一个多月而已走了 他太太其实很感谢三宝 很感谢三宝 也知道这三宝 威德有这个功能 功德力 所以这就是例子 这也是做医生可以做的 那要是基督徒 怎么办 一神教徒怎么办 可以啊 跟他讲要多求你们的上帝 也一样啊 也是可以消业 多求你们的上帝 情况这样的话 你不要讲说要拔管 没有啊 他们如果要拔管的话 当然我还是那句老话 在法律上容许 那你就拔 也可以 那是他说的 你只是照做而已 也不是你提醒他 你没有杀身之罪 这样了解吗 做决定的人才有 就算有杀身之罪 也是那个做决定的 基本上 如果法律上容许 那就没有所谓杀身了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情况是这样 他们有他们的因果概念